今天是3月14日 在很多时髦的年轻人眼里 这还是个挺重要的节日 白色情人节 在这一天里 单身的男孩子可以向暗恋的女生表达感情 既然是恋人们的节日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从娱乐圈的模范情侣开始说起吧 邓超和孙丽这对夫妻有多逗 老公刚发微博称整整一个月都快被逼疯了 超 我是留长发还是短发 超 我是留长发还是短发 超 我是留长发还是短发 整整一个月孙姑娘每分每秒每天都在缠着我 我要疯 贵求亲们给个答案 长还是短 还有是不是所有女人都是这样 可紧接着不到两个小时 老婆就发微博回应了 解了解了 估计没过多久 我又要开始问 我要不要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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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要留起来嘛 浪漫的玫瑰花瓣 温馨的烛光晚餐 上个月的邓超生日也正是这对夫妻结婚五年的纪念日 2005年邓超和孙丽因电视剧《幸福像花一样结人》 此后一路甜蜜相伴 他还笑我 但是你拿头撞那车 你没必要那么严重 而且你撞的是这儿怎么正习一个包 画了一个包慢慢成型之后 上面有个证据 就是那个铁扣的那个图标 这个包 肉包上面有个图标 然后他就马上 马上心理就改变你觉得 哎呦对不起哦 哎呦好对不起哦 我好担心哦 好心疼你 直接这样 你干嘛呀你 你你要胡闹 你要发疯离我远一点 你干嘛呀你这样 脑不舒服啊 来来 啊 痛不痛 脑痛你告诉我 啊 嗯 看了都爱上雷雷了 所以他每天都说我就是雷雷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觉得是为了 刚刚刚跳跳的这 秘密 这还能告诉你 在恋爱的五年时光里 这两人高调的几乎就是连体英了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独立在发展 只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关系 所以大家老会觉得我们俩就像twins一样 把我们俩摆在一起 因为之前你们俩的感情一直都很高调的吗 我们很高调吗 感觉上大家都说你们俩成双入队的 就是有很多发过会 问题是我不跟他成双入队 我跟谁成双入队 2010年 高调的两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随即产下儿子等等 而在2013年 孙丽再怀二胎 于去年产下一女小花 从此一家四口凑成了个好字 不过高调夫妻也慢慢开始了极调生活 而孩子们的降临 让逗趣奶爸 以及俏丽辣妈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构成了娱乐圈里最特别的一道风景线 你们俩是谁说了算 好吧 我说实话 还是我说了算 这是属于真诚的回答 需要我对这个说一下吗 对 确实是 你敢对镜头说 你敢不敢 来 说吧 本来就是一直是我说了算 这还有什么错吗 其实婚后的邓超真可谓是天性解放了 肆无忌惮地自黑 无下线地调侃自己的老婆 浑身的综艺细胞 分分钟都是段子手的赶讲 为观众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家设都是他做你不做的 对 然后我这个人吃饭要比较准时 回到家要吃到热的 如果凉了你会发脾气吗 我必须发脾气 必须发脾气 你发的脾气 你发的脾气 但是我知道 丽丽丽丽是一个非常个性 非常耿直的一个女孩 你发的脾气之后 她会哄你吗 还是说她也会跟你呛 呛 不敢是不是 我说我说没听过这个字 optimal 潮潮在节目中 为了效果 邓超是有多豁得出去 可是 娘娘 你好 娘娘 你好 你是从哪一句开始听齐的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接通的你的电话 很早就开始听了 那个 我刚上台 他已经出汗了 刚才他们前面有个访谈 不用再说了 从明天开始不用吃饭 直接吃草就行了 正好家里有点哈哈糟糟糟 对对对 我是被陷害的 就已经哭掉的草 吃哭掉的草 事已至此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家邓先生说呢 想对邓先生说 我觉得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以后他路还长着呢 哎 好嘞 黑人陈建州自从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之后 就变成了晒娃狂魔 每一天每一刻都要时时刻刻 更新分享自己的心情点滴 从老婆范伟奇第一次见到 双生载后热泪盈眶 到如今喂奶酣睡 小宝贝们的成长点滴 几乎是全命见证 哥哥叫陈瑞飞 然后弟弟叫陈瑞祥 那我自己也是希望 花更多时间在家庭身上 大小熊猫如今健康成长 而妈妈范围期似乎受到了老公的影响 变为了炫子狂魔 她的微博里更新的几乎也都是孩子们的点点滴滴 游戏一句 累并快乐着 就可以看出初为人母的无限喜悦 当然在这对被寄予厚望的双胞胎身上 这对爱心夫妇也希望他们将来 是和爸妈一样 以助人为乐为己任 我觉得帮助别人自己更快乐 然后我跟黑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上的共同的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然后又一点点的能力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泡砖引力影响更多的人 加入我们一起来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正面能量的散播 对 就如果不要觉得说你一个人的力量 只有一点点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那个蝴蝶效应就是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你也有这样子想要帮助别人的心 我们全部结合在一起 那个力量会很大很大很大 有时候高调也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激发人向善的爱 而这种美好伴随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或许就是最美的人生旋律 我的老爸 谢谢你陪了我那么那么的多年 也怎么说呢 就是软静 软静了我那么多年 我相信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个未来 有很多事情还可以一起做 环游世界这个目标应该还没完成 那最重要还是身体健康吧 那谁先走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 在某综艺节目中 张志玲对三十年后的老婆 也用理说的这段话 让不少人都跟着感动 这对携手相伴走过二十余年的夫妻 一直都是不会甜言蜜语 不会假扮恩爱的相处模式 我就是喜欢你 那么多年都是让我那么开心的 对呀真的没想到 那你是人不是人呢 你没有看过我先缓了舌头 可当生活中激情没了 爱情变为了亲戚 曾经的轰轰烈烈 现在只剩吵吵闹闹 但是从他们相互的语言中 还是能听得出来 满满的爱呀 我常常跟儿子说 不可以不可以那种 然后他儿子就学我 对他老爸 然后他老爸就说 你看你儿子就学你了现在 我就问他是吗 然后我儿子就那种 有吗 就很无辜的那种眼神 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妈妈 能够给他的儿子 跟他的另一半去作弄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 让他很生气啊 做一些事情 是故意的 做了什么 我们昨天晚上也在玩 那个干冰 你知道干冰吗 干冰 就是干的那种冰块 对 我们就不停在玩 因为那个干冰 你放一些硬币进去 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然后用那个刀跟擦 一接触那个干冰 他就发出一些很 很骚扰的那些声音 他妈妈一听到那个 就头疼这样子 然后就是不要了 够了够了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很爽 2011年张志玲曾在 个人演唱会 对袁勇怡表白说 会在两人60岁的时候 补拍结婚照 但在近日热播的 综艺节目中 他们提前圆梦 一组简单逗趣的合照 满载着幸福 两个人在一起 不只是一加一变成二 应该是零点五加零点五 变成一 就是把自己的一般的想法 一般的专业 一般的东西都拿走 对 然后剩下一半去迎合 另外一半的一半 就变成一级了 我懂你 你让我 一起摇着椅子 慢慢变老 这就是老夫老期间 最值得炫耀的爱情模式 虽然张志玲一直同心未泯 常常欺负 娶嫁老婆 因此很多时候 让急性子的袁勇怡 暴跳如雷 但是只要两人外出 张志玲却始终 都牵着袁勇怡的手 而且背后 勾着小指的专属动作 就是这对欢喜冤家的 甜蜜默契 我希望呢 未来的日子呢 跟你一起到老吧 陪我去环游世界 一直爱着我 哎呀 你和我 走脏 我的酒